在2500多万人口的上海市 目前染疫人数超过1000万 很多公司人员几乎全洋 到港率很低 随着染疫规模持续扩大 上海多家三级医院急诊量猛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珍 12月29日表示 重症高峰已慢慢出现 网上热传的影片显示 12月31号上海人际医院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就诊的病患爆满 上海抹医院因为床位不够 病人在马路边吸氧 跨年夜 一些上海市民来到南京路 步行接跨年 有网友反馈 人数比往年和今年6月份少很多 上海市民王先生表示 可能出来的大多是年轻人 因为他们希望明年疫情能过去 因为这个疫情刚刚第一波还没结束 最起码要三波以后 三波以后的结局 这个病毒能不能变弱还是变强 没能知道 变弱当然大家皆大欢喜 要是变强了那么就麻烦了 难道再重新疯吗 新唐人电视台下敦后 刘芳采访报道 刘芳采访报道